一辆平平无奇的汽车上竟钻出一只可怕怪物 面对如此可怕的怪物 车上的人却无动于中 坐在后排的男孩惊恐地看着眼型的怪物 赶紧起身将身后的窗户推开 听到系统发出的警报声 司机这才淡定地提醒乘客从前门下车 可怕的怪物在凡人的眼里却是一个头发发白的老夫人 看到怪物被人群挡住 女孩得意一笑准备离开 然而当她望向窗外时 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另一只巨大的怪物突然里头 破败的窗户扎入车里 怪物转身就要伤害男孩 危急时刻 女孩一记飞刀 正中怪物心脏 怪物就这样化为了灰烬 匕首正是妈妈雅典娜女神送给黑妹 眼看另一只怪物步步逼近 他们赶紧趁机离开 一路跑到了树林深处 男孩波西作为海神波赛东之子 被圣地管理员派往冥界 找回宙斯被黑帝斯偷取的闪电王 从而避免宙斯跟波赛东的大战 波西却选了跟自己不对付的黑妹 以及最信任的杨男作伴 没想到三人刚出发 就被黑帝斯的爪牙蝙蝠怪盯上 为了避开可怕的怪物 杨男把他们带到了杨男小京 这是专门给杨男探险家走的道路 杨男作为混血的守护者 总能在这些隐秘的小路上 在人间和神话世界来回穿梭 但诡异的是 小路上突然多了一间美阿姨的花园店 到处布满了被石化的怪物雕像 三人这才意识到不妙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转身离开时 刚刚在巴士上的怪物追了上来 拦住了三人的去路 大战一触即发 突然一个神秘的声音打断了他们 听到声音怪物赶紧被过身去 波西转身看去 发现一个美艳的女人正惶惶往着走 黑妹和杨男赶紧将头扭向一边 波西见状也赶紧扭过头去 面对邀请怪物也别过头去不敢动 女人也早已认出几人的身份 面对面前的困境 美杜莎给了三人两大选择 要么让蝙蝠怪将他们大卸八块 要么赏脸去贵舍吃个午饭 为了躲避蝙蝠怪 波西他们只能冒险答应美杜莎的邀请 在饭桌上 美杜莎讲述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美杜莎本是雅典娜最忠诚的性格 每天都向她祷告敬奉共体 直到有一天海神波赛东爱上了美杜莎 这让雅典娜非常嫉妒 于是她诅咒美杜莎 凡是看到她的人都会被释放 但黑妹完全不相信美杜莎的说辞 反而斥责她是在说谎 黑妹的举动彻底惹怒了美杜莎 忍住没发飙的美杜莎借口厨房有东西烧火 让波西进来帮她一下 波西一进去 美杜莎就直接开门见山的 让她把黑妹跟杨南交给自己 这样她就可以帮她救出被困冥界的问题 然而当美杜莎讲完条件回头 发现早已不见波西的身影 美杜莎随即摘下帽子四处查看 她掀开窗帘看到外面的蝙蝠怪还守在外面 知道波西他们肯定还躲在房子 而此时的波西他们正躲在了美杜莎的地下室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无数被石化的人和怪物 宛如可怕的人间炼狱 面对随时找过来的美杜莎 杨南提议自己飞到天上吸引她的注意 她脚上穿的鞋正是陆克送给波西的礼物 这双念一句咒语就能长出翅膀的鞋子 是陆克的爸爸旅行之神和米斯送给她的礼物 在波西启程前往冥界时 陆克转送给了波西让她以备不时之需 没想到那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但没穿过的杨南无法控制鞋子 却越飘越远 很快美杜莎就找到了地下室 她的头发都是由一条条小蛇组成 很快她就看到了躲在箱子后面的波西 听到步步紧逼的美杜莎 波西拿着圣剑鼓足勇气 闭着眼睛站了出来 看着眼前稚嫩的波西 美杜莎伸出小手刚准备捕获她 就在这时 乱飞的杨南撞倒到一眼 吸引莫杜莎的鼻 黑妹趁机将魔法帽子 带到她的头上 听到了黑妹的声音 波西赶紧趁机挥剑砍掉美杜莎的脑袋 即使是身手易处 美杜莎的诅咒依旧存在 紧接着波西拿着美杜莎的脑袋之身 走到室外 毫不知情的蝙蝠怪直接煽动式 波西趁机扯下魔法帽露出头颅对准怪物 来不及躲闪的蝙蝠怪 瞬间视话彻底冷凉 美杜莎的头太过可怕 绝对不能留在人间 于是波西他们通过旅行之神 和米斯创办的神界快递公司 将美杜莎的头颅快递给神界 只见一个快递员抱着包裹 来到帝国大厦 本来只有102层的电梯 突然多出了600层 而这第600层竟能直达天界 与此同时波西在前往明界的道路上 遇到了更加恐怖的存在